弟弟被陌生男子拖走。哥哥追上去拉回弟弟。 5月11日报道,一段拐小孩的视频在朋友圈疯传,一名黑衣男子试图强行牵走一个正在玩耍的三岁男童,幸而及时被男童的哥哥制止。 9日,广东东莞,三个小孩在一个离街铺面的门口玩耍,突然一个穿黑衣的男子,拉着一个年龄比较小的孩子的手,企图强行牵走。 幸好被旁边的年龄稍大孩子及时发现。 哥哥果断上前阻止,这名男子才没有得手。 记者来到了事发的东莞凤港艳田市场,据了解,事情发生在昨天中午,当时孩子的父亲郑先生与妻子正在店内忙生意,11岁的大儿子在跟妹妹说话,3岁的小儿子正在后面玩耍。 突然,一名四十多岁的男子竟只吵小儿子走了过来,所幸孩子最终没被牵走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